六斗电信争霸战新北! AHQ Fighter勇夺六斗总冠军! 由上报主办,Riot,Gariner共同主办,中华电信冠名赞助的英雄联盟2007! 六斗电信争霸战总决赛,17! 日于台北国立台湾科学教育转圆满落幕,AHQ Fighter和高雄南霸天在经历了紧张刺激的BO5! 冠军战后,最终AHQ Fighter继高一筹,以直落三的战绩击败了对手高雄南霸天,除了获得新台币100万元的冠军奖金外, 也夺下了本次赛事至霸六斗的称号,而第二名的高雄南霸天则是能获得了30!万元的亚军奖金! 就是要力挺电竞!行政院长赖清德亲自颁奖! 为了展现政府力挺电竞的决心,行政院长赖清德在! 17!日绿林老六斗电竞争霸战的冠军赛现场,并亲手将冠军奖金新台币! 100!万元与奖杯颁发给冠军队AHQ Fighter,而亚军队伍高雄南霸天也从赖院长手上获颁了新台币! 30!万元的亚军奖金及奖杯! 赖院长在致辞中指出,目前立法院通过的运动发展条例已经把电竞列为运动项目,并请政委唐凤协调文化部,体育署将电竞纳入替代以服役项目,同时教育部也将电竞纳入特殊科目,四季二专也将成为加分项目。 在这种种种的面向之下,赖院长表示政府绝对会成为电竞产业的主坛,和玩家与选手一起,Carry电竞产业的未来。 电竞美食双享宴,周边好理讲不完。 在六斗电竞争霸战的最后一天,除了原本的500! 分台北华国大饭店所提供的电竞热狗宝,人手一瓶冰镇红柴以及。 100! 分的鸡排与真奈外,新北市副市长侯友仪也因为新北代表队AHQ Fighter打入最后的冠军战又额外加买了。 100! 分鸡排,现场民众瞬间变成了美食的俘虏。 除了有好吃的鸡排与真奈外,平常大家熟悉的知名显示卡品牌。 NVIDIA,全球最大游戏直播平台。 Twitch也来到现场和观众进行有奖争达活动,还送出了各式各样的好礼给现场观众。